大家好,我是大厨饿斗 一个重厨24年的国家一级厨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鸡身上有哪八个部位,有毒素,不能吃 这是一只从超市购买的鸡 我们先从鸡屁股这里看起 鸡屁股上有两个腺体不能吃 一个是尾指腺,一个是腔扇栏 尾指腺位于鸡屁股的背部 全对称分布 鸡会作试这里的分泌物来保护羽毛 所以这个部分亦有炎症,不能食用 而鸡肠拿,位于直肠散布 属于淋巴系统 也是鸡身上最重要的三大淋巴器官之一 众所周知,淋巴器官是用来消灭、处理、吞噬细菌和病毒 这里面可能包含未分解的病毒和异物 是长污蜡垢的仓库 即便经过高温烹饪,也很难彻底灭杀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将鸡屁股整个的切下来 弃之不用 请您务必打理干净,不要有残留 好了,我们顺着往上走 就到了胸窗这一部分 我们用剪刀把鸡胸直接破开 如果是自己宰他的鸡 就可以看到鸡的内战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鸡杂 鸡内战有五个地方有毒素 不能吃 我们平时买的鸡 内战一般都清除掉了 但是有两处 他们一定很难清除干净 工作人员是从鸡的腹枪开一个小口 然后用手将鸡的内战全部拉出来 刚好有两个不能吃的地方没有清除干净 第三个不能吃的位置出现了 就是鸡的肺部 那么为什么鸡肺不能吃呢? 鸡肺是鸡的重要的呼吸器官 也是防御系统的第一战 它位于气管下部 左右两侧都会有 鸡肺中的肺泡细胞具有很强的吞噬功能 它能够吞噬鸡吸入的微小灰尘颗粒 以及各种致病细菌 虽然有些病菌可能被株性细胞消灭 但肺泡中仍残留少量的死亡病菌 和部分活病菌 所以我们必须将肺彻底的清除干净 鸡肺非常容易的就被抠掉了 请您继续看这个地方 位于天体的最下面 第四个不能吃的是鸡的肾脏 那么鸡的肾脏为什么不能吃呢? 鸡的肾脏属于泌尿系统 同时具备内分泌的功能 鸡的肾脏线和鸡肾长在一起 左右两边各一个深深的嵌入腔体中 鸡肾和鸡针是有区别的 部分地区因为翻炎的原因特别容易搞混 鸡肾是鸡的肾脏 而鸡针是鸡的肌位 如果鸡饲料中含有激素的话 鸡肾就容易激素残留 特别影响人体健康 尤其是未成年人 老年人和女性 切记不要食用 鸡的肾很容易被抠碎 所以还需要用流水冲洗干净 第五个不能吃的是鸡胆 那么鸡胆为什么不能吃呢? 鸡胆属于消化系统 用来分泌胆汁 所以它非常的苦 而且是有毒的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 鸡胆不是一味中药吗? 为什么不能吃呢? 因为那是经过炮制的 而且必须在医生指导下才能食用 所以鸡胆我们一定要清除 千万不能食用 其实不仅仅是鸡胆 几乎所有动物的胆都不要随便食用 第六个不能吃的是鸡的皮胆 为什么鸡的皮胆不能吃呢? 鸡的皮胆是鸡身上最大的淋巴器官 也是重要的造血器官 它会不断的生产淋巴细胞和免疫球蛋白 这里也是毒素最多的位置 它位于鸡肝的下面 和肝紧紧相连 体积不大 颜色很深 也一定要完全清除干净 第七个不能吃的是鸡肠上面的两个淋巴器官 它们是肠道淋巴结和蛮肠扁桃体 鸡肠是可以食用的 但是需要我们完全清理干净 请您看这张图 我们就知道这两个淋巴器官的位置 听起来很复杂 但实际清除起来却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肠子上面的所有东西 一股脑清除干净就可以了 您是不是绕晕了呢? 其实只要记住鸡内战 哪些可以吃就行了 只有鸡心、鸡肠、鸡针、鸡肝、鸡胰可以食用 其他不管认识不认识 丢掉就可以了 我们再说说第八个不能吃的地方 就是鸡脖子这一块叫做胸腺的位置 那么为什么胸腺不能吃呢? 很多人都以为这里含有大量的淋巴结所以不能食用 鸡是没有淋巴结的只有淋巴小结 这些很像淋巴结的颗粒 其实就是胸腺 它位于脖子的两侧 被脂肪包裹着 与鸡皮紧紧相连 也属于淋巴系统负责生产淋巴细胞 也是鸡最重要的三大淋巴器官之一 所以不管它叫什么 全部都要清除干净 最好连同鸡脖子皮一起扔掉 心理成这个样子才可以安全的食用 这时一定会有人提问 鸡头能不能吃呢? 不是有句古语说十年鸡头胜P酸吗? 还有人说鸡头特别容易重金属超标吗? 现在市面上所卖的鸡大多都不超过半年 有些鸡种例如白羽鸡 45天就可以出栏了 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沉淀毒素 这样的鸡头当然是可以食用的 也不存在什么重金属超标 需要注意的是鸡头的挡固寸很高 并且还有一个比较小的淋巴器官叫做哈斯线 个人建议 如果您不是特别喜欢 建议还是不要使用的好 最后我用图表做一个总结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截图保存 请您多多的点赞收藏转发 让家人和朋友吃得更健康 我是大厨饿斗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转发